叮叮,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公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不见 今天这一支视频呢,是一个干货视频 是一支高光合集 然后在这支视频之前,其实我已经有拍过两部 这是我的高光合集 其中第一支呢,是水光感,银白色系高光 我会把视频的封面放到这里 然后第二支呢,是我的香槟色系高光合集 拍完那两支以后,我其实一直都是有计划拍第三个 就是我的彩色高光合集 那还是跟之前的干货视频一样 今天所有的高光产品,我都会给大家做手臂以及上脸的试色 就是在镜头面前给大家展现它们具体的表现力 然后我现在脸上是没有打任何的高光的 因为彩色系高光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的颜色 所以我是大概分类了几种不同的颜色 才能出现 所以呢,我是有分成大概几个色系 然后一彩跟大家讲,就没有再按品牌来分类了 粉紫色系高光,玫瑰色系高光,黄色系高光 还有橘性色系高光,以及一盘是高光彩盘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高光盘 然后我整理的时候发现啊,绝大部分我购入的彩色系高光 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BECCA这个品牌 所以在视频的结尾呢,同样我会附上就是我所入手的BECCA 所有的高光的一个手臂试色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如果你也比较感兴趣BECCA的高光的话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每一款高光其实我都有做功课 包括它的售价、单价以及客种 我会把它打在这个视频的视频上方 就大家可以去比较看一看 然后我们就先从粉紫色系的高光开始 先来说两个是来自Colourpop 其中第一个呢叫做Hippo 第二个叫做Over the Moon 我们先说这个Hippo Hippo这个颜色应该算是Colourpop土豆泥质地高光里面 第一代火得非常早的一个颜色 当时网传是说它这个颜色呢 它跟资深堂的PK107有一点点类似 Hippo这款高光呢 它主要是以一个那种珠光感为主 它还是有一个那种银白色基底 但是它泛着一些粉紫色系的珠光 Colourpop土豆泥的质地就是那种很软绵绵的 然后按下去油状硬泥的感觉 一般都是会用手指上妆 点拍在你需要高光的位置 用下来我觉得通勤度和性价比来说都是不错的 并且它对上妆工具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我把它上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就是人脸大概距离所看到的效果 我个人认为这个妆效以及性价比来说 我还是非常满意 就我还挺喜欢这一款粉紫色系的高光 好 那我们进入下一款 我先把刚刚涂了的给卸了 那第二块粉紫色系高光呢 是Colpop这个Over the Moon 这一款相对来说就没有Hippo那一款 知名度高吧 更加特别一些银白色基底 有粉紫色的折射感 但是呢它是大闪片质地 跟Hippo不太一样 那它的这个闪片对于日常来说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些的突兀的 就是不太适合通勤日常来使用 不想用来做高光 用来做眼妆的眼头提亮 或者是眼中提亮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 现在脸上呢就是Over the Moon 这一款的上妆效果 可以看到它是真的比较偏夸张一些的 就是存在度非常非常非常高 现在呢是第三块粉紫色系高光 就是我们的老网红自身糖的这一个PK107 那这款高光应该已经火了有一个 三四年四五年了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古早 那日系彩妆品的包装就是非常简约 然后又有点小精致好看 它是有附赠一把动物毛的刷子 它是这种扁平的形状 就方便你用来补妆 或者是你想要带出去使用 这款高光它的粉呢压得非常的硬 然后非常的密实 但是粉质的细腻程度是非常好的 再来就是这一款在粉紫色系高光里面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低调日常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高光非常非常的容易结块 就当如果你脸上是有油分 或者你手上有油分 或者说你的刷子本身是已经 比如说有沾到粉底液或什么 沾取这个高光的时候 会非常容易让这个高光的表面结块 然后就比较难取粉 如果近距离看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现在使用这个高光的 人眼距离看到的效果 可以看到它是以粉质感多一些 然后你会觉得面中很明显的就 烹润了起来 但是没有到泛蓝光那么那么的强烈 也就是那么那么的夸张吧 着重于用在我们的面中 然后眼下包括法令纹除 是可以比较适合用来做体量的 再来就是第四款粉紫色系高光 是来自BECCA的 然后它的色号呢叫做Prasmetic Amazist 这一款是一个也比较早的一款 嗯粉紫色系高光的 然后我所入手的这个卡 大家可以看到是跟它正常的包装 以及大小不太一样 去年的圣诞的时候吧 我记得我买了一个BECCA 他们的限定的迷你高光套组 它是这种四个迷你size 像高光这种东西 尤其是彩色高光 我其实个人比较建议 大家可以去入手这种迷你包装 因为其实彩色高光 真的不是一个消耗品 很难很难把它用完 因为彩色高光和一些通勤颜色 比如说银白色香槟色系高光相比 它是有它自己的使用的局限性的 但是BECCA它所有的Price Highlighter 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粉质是很细腻 可是它相对来说是会有一点点非粉的 并且呢 它的小号 就是这种迷你装 非常易碎 就一定要注意 正装还好一些 一不注意掉地上 或者一不注意磕磕碰碰 它就突然碎了 今天会说到另外一款 这个迷你包装 它就碎了 粉色呢 它同样也是一个以粉紫色为主 它其实跟今天说到的 Colourpop的Hippo那款 质地上的区别 这款就是纯粉质 但那款摸起来 还是会更加的偏油润一点 颜色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这款是相对来说 会更偏粉紫色 多一点点 就是Colourpop的Hippo 还是会有一点点 银白色的基底在的 但这个就是一上脸 就是粉紫感 非常非常的明显 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妆嫩神器 但是呢 会比较局限 就是我个人比较建议 是用在苹果肌 或者是用来叠加在腮红之上使用 因为这个颜色 如果你用来刷鼻梁 或者额头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奇怪 就单用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奇怪 因为它粉紫感比较明显 好了 那最后一款 粉紫色系的高光 同样也是Becca的 色号叫做Rose Cards 然后这款 其实我就觉得很久 它到底应该归在粉紫类系 还是应该去归在 橘性类高光 因为它这个颜色挺妙的 就是是调在中中间的感觉 它仔细看 你还是会觉得 它折射出来的光感 是以粉色多一点 就没有那么那么的橘 没有那么那么的暖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非常好看 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我所用到的Becca高光里面 除了它们的香槟色系 一脉色系以外 我最喜欢的一个彩色高光颜色 因为这个颜色就非常非常的元气可爱 如果用它来叠加在腮红啊 或者是用来局部的打亮 整个脸就是充满了胶原蛋白 充满的那种嫩嫩的 萌萌的 软绵绵的感觉 再来就是它的粉质感 或者它的性色的那个感觉 不会到过重 所以在配合腮红来使用的时候 它并不会给人一种 喧宾夺竹的感觉 现在是人脸距离 所面对面看到的效果 但是我这一块的腮红 因为已经被我擦眉了 所以看起来呢 就比较像是有一点点带粉色 和性色的一个高光 我觉得应该要叠在腮红上面 会效果更好 稍微再补点腮红给大家看 有没有那种感觉 这个颜色配合腮红来使用 我觉得会有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好了那五款粉紫色系高光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玫瑰色系高光 其实只有一块 但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特别 所以就给它 罗列到玫瑰色系 同样它也是来自 Colorpop的 它的色号叫做 High5 是一个古铜感的玫瑰色珠光 塞光 是一个有古铜感的玫瑰色系的高光 这个颜色还挺妙的 因为它在不同的光线强弱下 折射出来的那个光感 它是会有层次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 要适合用来叠加 比如说腮红之上 或者是你把它当成腮红来用 我觉得也是OK的 再来就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适合那种 健康肤色的妹子来使用 衬的那个肤质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光嫩 又滑 就柔如一块那种 牛奶巧克力的感觉 那这个呢 我用的是一个比较密实的 化妆刷来战取 因为它的颜色 比较偏向于腮红 我想要打圈上脸 给大家看一下 突然发现我刚刚刷 把它刷出了一个坑 好了那这个是上脸的效果 我知道我肯定涂太多了 因为相机会吃色 然后我想要给你们展示一下 它的这个效果 可以看到就真的跟个同人一样 它是有那种 它是有那种 骨头玫瑰筋的感觉 比较适合用来薄擦 或者是叠擦 但是这个颜色 同样它会比较偏成熟一些 就非常有女人味的那种 同样这个颜色 如果你想要用来做眼部的体量 就比如化眼影的时候 做体量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个人用下来 还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它颜色非常的特别 接下来呢 就到了黄色系高光的部分 黄色系高光的总共有三款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 All Glass的 我记得我在香槟色系的 高光合计里好像有说到它 第一个呢 也是来自Becca 但是呢 它跟之前说的那几款 粉子色系高光 它是不同系列的 那几款是 Shimmery Skin Perfector 就是珠光色系的 烘焙压制高光 那这个系列呢 叫做 Light Chaser Highlighter 它是追光系列的高光 色号呢 叫做 Purpleyes Gold 就是米黄色的珍珠的感觉 使用下来不是特别的喜欢 也没有很推荐 因为它总体的黄调来说 有点过了 所以上脸会有一点点突兀 那这个呢 是上脸以后的效果 可以看到它的黄调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是不会用它来做 鼻梁的提亮的 就会远远的看着 好像你的鼻子 怎么变成了黄色的感觉 对 就是那种效果 但是如果你用来做 局部的打量 或者身体的打量 包括如果是用来叠加 在腮红之上 就一点点来一点点 我觉得是OK 但正常像这样大面积来使用 我觉得是不太OK 所以我没有非常喜欢 那第二块黄色系高光 同样也是白看的 然后是他们的Vanilla Clubs 这个高光就是 今天开始跟大家讲的 它碎了的高光 就我那天在录素材 录湿色素材 然后它就一打开 然后我就不小心 把它碰了一下 然后它就 就碎了 然后碎得非常非常的惨烈 我又非常非常卑微的 把它剪了起来 我打算录完视频再把它压一压 那这一款呢 它同样也是一个黄色系为主 但是它比刚刚那一款 追光系列相比就会更加的自然 于全脸是可以使用的一个颜色 我不知道它正装会不会这么容易碎 反正这个迷你装 我是已经碎了两个了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 对 要把它treat as a baby 就是当成一个宝宝一样来对待 然后因为它碎了嘛 所以卑微小宽 现在只能用手来上妆 因为我觉得刷子稍微刷一刷 估计这一盘就没了 忽略我的痘 人眼来看 这个颜色也不会觉得过于突兀 就有点像是香槟色系 但是又有多了一点点的黄调 米黄调的感觉 最后一款黄色系高光 就是今天刚刚说的 我之前好像已经有说过的 All Glass这一款 它们的这个非常科技感的一个高光棒 那这个呢就是这种高状高光了 但是啊 这个我不知道我之前没有吐槽过 它的品控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一样啊 反正我买到了这一个 就是它悬出来了以后 它掉不下去 就你没有办法再把它悬回去 然后每次使用的时候 必须得用手把它给按下去 最夸张的是 那天我拍失色的时候 它居然就半根掉了出来 就突然掉了出来 没有一丝丝防备 也没有一丝丝顾虑 它就掉了出来 我当时真的倒吸一口冷气 你知道吗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我的心好痛那种感觉 就它就突然断了 它就里面断了一截 然后我这样拿着 然后想要涂湿色 它就掉出来了 所以这个的品控真的不太行 然后颜色呢 它又是那种很亮 就真的一点点就 就碰亮的那种感觉 是比较高调的 相对来说比较偏高调一些的 那这个就是上脸以后的效果 就是因为它是 差点又出了一些意外 就因为它是这种高状的高光 所以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你就稍微画一点点 或者点一点点 然后用手指 或者是用刷子把它拍开 再来我们就进入到 橘性色系的高光部分 首先第一个还是back color 也是他们这个light tracer highlighter 就是追光系列 四号呢叫做 searching flashes apricot 就是一个比较甜性色 杏色的感觉 但它色调又没有到 那么那么的明显 饱和度那么那么的高 跟之前我说的那个 rose clouds有一点点像 但是这一款它其实会更透一些 就橘色的珠光威力 更加的明显一些 也非常适合用来叠加在腮红上面来使用 拿了一个mac这个lovejoy 腮红它就是一个比较偏 性子肉桂色的感觉 然后还是有一点点颜色在的 那这一款跟becca的那个rose quartz 那一款相比 如果我推荐的话 我会推荐大家去买rose quartz那一款 粉质会相对来说比他们追光系列好一点吧 然后颜色方面我也更喜欢那个 因为那个总体会除了性子色调以外 有一点点粉掉在 会更加容易跟各种颜色的腮红接近搭配 但这一款可能相对来说会偏橘性多一点 它会更加的局限一些 第二支橘性色系的高光呢 就是fenty beauty 他们的这个shimmer skin stick 色号叫做tripping 这个是我在上期斯布兰开箱里面我有使用的 但它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一个腮红的效果 因为它的底色还是有的 并且它底色不是到那么那么的弱 如果单独用它做腮红来说 还是会有颜色在的 但是fenty beauty的这个高光棒 跟刚刚我说的这 hourglass的高光棒 就是它的油分是比较低的 就是相对来说油分比较少 会更加适合偏油一些的皮肤来使用 但是它上妆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拉扯皮肤 会有一点就是不太好推 你会需要要用一点力气来推 最后一个呢是来自colorpop 高光腮红盘 就是一个组合盘 色号呢叫做danteo 一个是这种樱花粉的腮红 以及一个这种橘性色的蜜桃感的高光 粉质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偏绵软的 但是没有到非常非常细腻 就是你仔细摸还是会有一些些的颗粒感 我觉得它的定价来说 我觉得这个高光做的质感还是不错的 比较适合用来叠加在腮红之上 然后做苹果基础的打亮 好那这个就是上脸以后的效果 就还是有蜜桃感的 然后金属感很强 也非常的闪 但是会比较局限 我觉得这个颜色如果用来打鼻梁和下巴 勉强是ok的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突兀 还是比较适合用来做局部高光 好了那粉紫色系 玫瑰色系 黄色系 橘性色系都说完了 最后今天视频要说的一个 因为是高光合集嘛 然后又是属于彩色高光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盘子还是拿进来说一下 但是这个盘子好像是已经停产了 就是已经不再瘦了 这个是Fendi Beauty 叫做Kilowatt Foil Freestyle Highlight Palette 七个颜色组成 其实更加像是一个面部 包括眼部 用来做打亮的一个盘子 蓝色以及非常饱和度的红棕色 还有这种非常亮的金铜色 都不是说可以用来做面部的高光 就是如果你日常来使用的话 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为什么要用这种颜色 但是呢 这些颜色是可以用在眼部 做眼妆的体谅 包括这个蓝色 以及中间这一个 有一点点灰感的 冷玫瑰金的颜色 我之前有画眼妆 然后我有把它用在我的眼部 粉质真的非常非常好 并且显色度很好 就这个粉质用来做眼影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今天好了 那这个呢就是 今天所有的彩色高光的合集 总共呢是说了13款彩色高光 其中有一款呢 是这个面部的彩色高光盘 好 希望你还喜欢今天这支视频 也希望今天这支干货视频 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就不管是在选购这些高光也好 或者是跟其他相近色的对比也好 都希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以及视频的最后我会放上我所购入的 BECCA的所有的高光的试色 给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可能跟我一样 就如果你认定这个牌子 你觉得它的高光做得很好 那你可能就会比较想要去收它的高光 但是因为颜色真的太多了 就有的可能真的买回来就不太会用 或者是说没有场合去使用 所以我希望这支视频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吧 还有就是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有一个月提个音乐前段时间学期结束 然后要final要交作业什么的 就比较忙也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录视频 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放假了 所以我会努力一周一个 所以也希望各位小朋友们 各位困儿们 各位困困的朋友们 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记得给这支视频点赞弹幕投币转发 关注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 拜拜